潘建伟研究团队传出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将开启我国一个里程碑 为何美国人称中国是难以超越的黑马 敬请关注 近日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研究团队 传出了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通过莫子号量子实验卫星 首次在国际上完成了千公里级 基于纠缠的量子密钥分发 这意味着量子卫星通信实用化 走出了最重要的一步 量子通信的优点有目共睹 但是目前仍然存在着安全性 和远距离传输两大难题 在此之前 国际学术通过30多年的努力 能够实现的点对点光纤量子密钥分发 也就是百公里级 中国在今后干线 为了实现成绩光纤量子通信 共建了32个中段节点 这些中段节点都需要人来保障 实际上仍然存在安全隐患 此次能通过莫子号卫星 实现上千公里基于纠缠的密钥分发 等于一次性解决了这两个痛点 据潘建伟介绍 该研究团队利用莫子号作为量子纠缠员 通过对地面设施的升级 达到了双边四倍接收效率的提升 首次完成 通过莫子号卫星 让新疆南山站 与青海德利哈站的两个地面 建立了光链路 两地距离为1120公里 不过 这次产生的量子密钥速度 每秒只有两对 仍然难以达到实用化需要 这次试验等于实现了从零到一的飞跃 该团队正研制的卫星 每秒能产生11个纠缠的光子 最终密钥成马率 每秒能增加到几十比特 对于一些绝密或高密集信息传输 已经足够用 据悉 这一成果更厉害的一点 是基于纠缠的概念 一个光子纠缠后 往两个地方分发 只要任何一个光子被看到 纠缠也会消失 安全级别也能达到了极致 潘建伟称 就算卫星不是自己国家建造的 也不是自己信任的人制造的 密钥分发之后 只要能满足一定的纠缠关系 也是安全的 这为未来量子通信的国际化应用 创造了条件 据报道 基于这项研制成果 中国高效的链路收集技术 也获得了突破 量子卫星能从几百公斤 降到几十公斤 地面接收设备 甚至能降到一百公斤左右 卫星小型化 可以大大降低发射成本 地面设备小型化 也可以方便商业化应用 总之 量子通信卫星的实用化 将开启中国绝对保密通信的里程碑 可以彻底杜绝间谍窃听及破译 同样是保障国家战略安全的 重要技术突破 甚至有美国人在评价中国 在量子科技领域取得成绩时 都表示 中国的量子科技 成为了一匹难以超越的黑马 小字幕志愿者 杨株梁